台密洪台做成家庭官得出鹽水 家庭管政府加麻不做 減輕民眾財產的損失 鹽水不夠五十公分的騎駕 管府加麻每一貨五千塊的餵造金 不夠五十公分是才有計收 或是中計收一貨的新貨 除了管府餵造金五千塊以外 現在基金費又加麻一萬塊 每一貨可以領到一萬五千塊 這次的鹽水可以說非常的嚴重 因為整個巴朗西的液體 或者潰體造成很多水 進入到家戶裡面去 所以我們針對 中央針對所謂淹水超過五十公分 那原則上就是兩萬的補助 那淹水五十公分以下 原本的法規是沒有任何補助 那憲政務基於財政的考量 包括綜合的討論 那我們決定在淹水超過五十公分以上 我們再加一萬塊 那淹水五十公分以下 我們就是五千塊 然後來當作慰問金 吐石流 那只要三十公分 那同樣的我們有相關的一個補助 管府表示 淹水超過五十公分的騎乞 管府補助加麻到一萬塊 加上中央加販每一貨兩萬 每一貨可以領到三萬塊的補助 淹水超過五十公分以上 而且有機收或中央收集合的身份 加上淨水基金會加麻補助金一萬塊 總共可以領四萬 那我們希望各鄉鎮施工所 那能夠重塑的 那包括 趕快的 能夠把相關符合資格的 那可以送上來 那我們就進行相關的撥款 然後我們在這邊 透過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救助的方式 跟慰問的方式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鄉親 能夠趕快走出這個淹水 的所有的這些狀況 那趕快清理家園 趕快恢復正常生活 管府翁張良知識 請各鄉鎮施工所 用最快 最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專門合作財民 避免生活進行 讓財務快速登記好玩 記得黃沛愷的餐廠 跟財務快速登記